Sawarika,大家来聊看,想吃什么动手做 今天我们来做泰国受欢迎的街头小吃泰味薄煎饼 在煎饼前先将馅料准备好 将鸡蛋打入碗中,搅散后放一旁待用 接着爱个人的喜好准备一些火腿片、蟹肉棒或者是香肠 将其放入烧开水的蒸锅中,中火蒸5分钟 5分钟后即可离火,放一旁待用 锅中倒入适量的油,我们来炒肉碎 开中火将肉碎炒散 肉碎下锅后快速的用铲汁将肉碎炭开 以防止肉碎结成大块,肉碎炒散后我们来调味 加入一点点的盐和胡椒粉 接着继续将肉碎炒至表面略微金黄,便可以铲出 馅料准备完成后我们来调薄饼的粉糊 在大碗中倒入面粉、粘米粉、砂糖、盐、小苏打粉、全蛋液、还有鲜奶 接着用搅拌棒顺着同一个方向将其搅拌成顺滑的粉糊 面糊搅拌完成后便可以开锅煎饼 准备一个不粘锅,用小火将锅子加热到微微不烫手的状态 接着倒入约一汤匙的粉糊 用汤匙的背面像这样子以转圈圈的方式将粉糊摊开 粉糊摊好后我们接着倒入大约一汤匙的全蛋液 摊好后继续用小火煎一分钟左右 让蛋液凝固,蛋液凝固后便可以加入番茄酱 同样也是将番茄酱摊均匀 接着可以开始加入馅料 细肉拌,炒好的猪肉碎 还有加上一点点的葱花 记得一定要撒上几滴的生抽还有胡椒粉调味 全部的配料都加入后 我们等饼的边缘煎至金黄色便可以将饼卷起 你可以任意的将饼直卷或者是横卷都行 饼卷好后便可以产出,放凉一下下就吃饼皮比较酥脆 另外是馅料的部分,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卷入所有的食材 好像这一款,火腿加入菠萝片 再挤上番茄酱和蛋黄酱吃起来就像披萨的感觉 同样你也可以选用甜的馅料 在泰国,奶黄馅就是最受欢迎的选择 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煎饼 但会像泰国人这样子用肉碎配葱花 加入酱油和胡椒粉做调味的肯定不常见 勇于尝试不一般的搭配,碰撞出新奇的味道 这就是泰国人的美食 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大大 Sawadika,拜拜呢卡 再见